hello大家好,今天要分享的是在加拿大买房涉及哪些费用啊,也就是加拿大买房的一些成本 买房子这样的大物件呢,它需要花很多的钱,有些钱呢是一次性费用,有些钱呢是经常性费用 比如说房屋的持有和维护成本 如果你是第一次在加拿大买房呢,这些相关的成本呢就一定要好好了解一下了 不然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费用 下面咱们就一块来看看在加拿大买房有哪些成本 第一项呢就是验房成本,验房呢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这个成本呢对买房的人来说是一项绝对不能省的费用 需要注意的是呢,一定要找靠谱的验房师 验房师的收费标准呢,他们有的是按时间收费,有的是按面积收费 而这个费用呢通常在500刀以上 按时间收费的标准呢通常是100刀每小时 还有一些呢可能会选择按面积收费啊 这个就因人而异了 检查一栋小型的房屋啊可能一个小时就搞定了 如果要是又大又老又旧的这样的房子啊可能会持续四五个小时 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啊 验房关乎到投资安全居住安全 以及房子后续的持有成本维护成本 比如说验房时需要检查房屋使用的材料 是否符合安全标准 是否有有害物质 房屋的地基是否牢固 结构房顶水电暖设施是否完好 这些验房项目呢都会出现在一个正式的报告里 买家呢可以把这个报告呢作为溢价的工具 要求卖家修理房屋或者是降低房价 买家如果对验房的结果不满意的话 完全可以撤回自己的要约 第二项成本呢就是公证费 每笔房地产交易啊 有一个重要的部分都会在公证处进行 通常呢是由买方选择公证人来准备交易材料 买方呢需要支付公证费 一般的话这个公证费在1200刀以上 公证人的主要工作呢是 第一个呢是确保亲戚的产权 卖方呢是该物业的真正的所有者 卖方呢有权利出售它 另外呢他还需要确定土地面积的大小是否正确 邻居呢是否侵犯了这个土地 房屋的其他内容是不是符合法定的标准 公证人的第二项工作呢就是乞讨买卖合同 详细了解买卖双方交易的信息 第三个呢就是在土地登记处登记买卖合同 再来说第三项成本啊 第三项成本就是融资费用 首先呢你需要准备足够的首付 其次呢就是如果你的首付低于购买价格的20%啊 你可能需要在加拿大抵押和住房公司 也就CMHC购买抵押贷款保险 联邦的法律规定啊是首付在5%以下 必须购买按揭保险 5%以上呢可以不购买 但是一般来说啊 大多数贷款方都会要求首付低于20%的买家购买此类保险 保险费通常是按揭额的2.75% 如果是自雇人士或者没有第三方收入证明的保险费率可能还会更高 第四项成本呢不是百分之百出现 但是出现的可能性会非常大 这就是抵押贷款提前还款的罚款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啊 有很多人啊都缴纳了这个罚款 他们可能都是因为换工作换居住的城市 甚至呢还有是因新冠疫情啊 造成财务困难 不得不提前还款卖房 这种情况呢也会受到银行的处罚 这个处罚的金额啊 一般都是几千刀到几万刀之间啊 来简单举两个例子吧 第一个例子呢是新冠疫情爆发期间啊 安省的一个房产经济 想提前卖房 结束自己的按揭合同 结果被银行罚款近三万元 他是在TD银行做的按揭贷款 还款期限啊还剩下三年半 固定的利率呢是3.71% 卖房的时候他还欠银行59万 而TD银行呢 使用了利息差计算方法 计算出提前结束贷款的罚款金额呢 是29530元 还有个例子呢是沃泰华的一对夫妇 15个月前啊 他们购买了沃泰华东部的一栋房屋 向银行申请了五年抵押贷款 利率呢是3.56% 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他们与银行商量 想把贷款转移到新的房子 被银行告知必须支付8000元的罚款 还有一家住在安大略省密西加沙 最近他们想趁着利率低 升级为独立屋 他们的五年固定利率房贷合同啊 还剩一半 找银行毁约的时候 被罚款数额给惊到了 罚款金额是两万两千刀 还有一个例子呢 是住在BC省 一位伊朗移民 他在2007年的时候 首次之夜啊 当时的房价是40多万家元 2009年 按揭贷款续约的时候啊 接受了封业贷款 五年固定利率 5.19%的合约 2010年4月啊 他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后啊 家庭的财务状况 难以承担按揭贷款的月购款 咨询了银行 当时啊 他被告知需要罚款一万三千元 7月份利率下调之后啊 再去问银行的时候 就变成了一万七千元 11月份啊 房子出售的时候 银行告诉他 实际的罚金呢 是三万三千八百元 封业银行最后 友善的减免了部分罚款 最终的罚款额呢 是两万五千元 现在加拿大所有的银行 都在使用相似的方法来计算提前还贷的罚金 通常呢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呢 是收取三个月的利息 第二种呢 是所谓的利率差 以较高者为准 利率差 简单的说啊 就是当初利率 与违约时利率的差 再乘以余额 然后再乘以所剩的时间 当初的利率啊 是指借款时的挂牌利率 如果借款人的实际利率 与挂牌利率之间有折扣 还要把折扣加回 提前还款的人啊 都叫过这个罚款 再来说第五个成本 就是税收成本 税收成本呢 第一项税收成本呢 是转让税 转让税在魁省呢 叫做欢迎税 先来看看安省的标准吧 安省的土地转让税呢 是有几部分构成的 第一部分是购买价格的 5.5万以下部分 包括5.5万 征收5% 然后再加上第二部分 5.5万到25万之间的部分 征收1% 然后再加上第三部分 25万到40万之间的部分 征收1.5% 再加上40万以上的部分 征收2% 如果要购买一套70万的房屋呢 需要交纳的土地的转让税 5万5千减0 乘以0.5%加25万 减5万5千 乘以1%加40万 减25万 乘以1.5%加70万 减40万 乘以2% 最后的结果呢 就等于10,475兜 再看看魁省的转让税 也就是魁省欢迎税啊 在魁省出 蒙特利尔以外的地区啊 购买房款中 5万0400加币以内的部分 征收0.5% 购买房款中 5万400加币 至25万1800加币部分啊 征收1% 购买房款中 超过25万1800加币的部分啊 征收1.5% 那在蒙特利尔地区呢 购买房款中 5万0400加币以内的部分 征收0.5% 购买房款中 5万0400加币 至25万1800加币部分 征收1% 购买房款中 25万1800加币 至50万3500加币部分 征收1.5% 购买房款中 50万3500加币 至100万7000加币 部分征收2% 购买房款中 超过100万7000加币的部分 征收2.5% 如果你要在蒙特利尔 买一套60万的房子 这个欢迎税 计算就是 252加2014加3775.5加1930 等于7971.5加元 再来看看BC省的转让税 房款部分 0到20万为1% 20万到200万部分为2% 然后再加上200万到300万部分为3% 为3% 300万以上为5% 那这样购买100万的房子呢 需要支付的房产交易税 2000加36000加3万加25000 最后等于9.3万 购买500万房子呢 需要交的是16.8万 税收的第二部分呢 就是市政税和学校税 市政税呢 通常也叫地税啊 地税每年缴纳的金额会因地理位置 政府评估价而调整 地税的计算方式呢 是物业当年的评估价乘以当年的税率 在加拿大呢 这个税率通常在0.5%到3%之间 除了地税啊 业主每年还需要向政府交纳学校税 学校税呢 主要用于学校的房屋及设备的维护保养 室内供暖照明 校车交通费 以及学校委员会的管理费用等 相比于地税啊 学校税可能会少很多啊 这两种税呢 都是经常性支出 你每年都会收到这个账单 如果你要是购买新房的话 可能还需要缴纳消费税啊 加拿大消费税啊 一般是5% 消费税的简称GST 如果要是在魁省购买新房的话 还要缴纳QST 它指的是魁省销售税 那这样的话 在其他省购买新房 只需要缴纳5%的消费税就可以了 而在魁省买房呢 因为多了一个QST 魁省销售税 那么你最后就要支付购买价的 14.975% 此外如果要是外国人啊 在安省或者BC省购买房子的话 还需要缴纳一个海外买家税 在安省呢 需要缴纳成交价的15% 作为海外买家税 BC省呢 需要缴纳房屋成交价的20% 作为海外买家税 好了 这就是在加拿大购买房屋啊 需要承担的一些成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